照片我没有 我一定要留下来 太感谢你们了 这个是你们偷拍下来 我自己都没有这一张 这件衣服还有留着 我送给我处理的小孩 想当年他现在已经长得不一样 多大比我大高了 我已经忙碌二三十年了 然后突然闲下来的时候 我老公跟小孩就说 妈妈开始找我们麻烦了 我就开始想说 我就开始专心地 我觉得我要做妈妈的角色 我要做老婆的角色 要不要帮你怎么样 要不要你那个东西怎么没有收 你是不是好久没怎么样 那我就会看我女儿说 我要不要去找你们老师聊一聊 或者是我要看看你的功课 你最近功课怎么样 我已经好久没看到他的成绩 但网上可以去查 他每次我都口头问他说 最近考得怎样 他说都很好啊 那我说功课有没有教 都有教啊 我要不要上网看 怕我看的时候我会吐血 我会昏倒 所以你要不要自己跟我讲 他说没问题你不用看 那但是当我坐下来的时候 我就说要看 你这个成绩怎么没有 只有留在B 你功课怎么少教一次 他说有后来不教了 老师只是还没有把那个成绩改过来 那他们就会认为我找麻烦 所以他们反而希望我很忙 其实我女儿过两个礼拜生育 但是刚好又碰到520 我女儿是5月22 其实我好想飞过去给她一个惊喜 但是又刚好是520 然后要赖清德来做国情报告 然后后面有很多的假洞 然后今年开会如果研会 的话到我7月中 所以真的是没办法 但还好今年我女儿还可以回来 明后年可能在学校就要做职工 暑假就没有所谓的寒暑假 所以就让他们回来 不过还好 因为现在其实科技发展非常的好 然后你知道有一种视讯 或有一种家里有那种录影机 你知道吗 我就跟我老公讲说 我可不可以在家里那个不重要的角落 那个装一个摄影机 然后我想你们的时候就把手机打开 然后按一下摄影机就可以看到你们 天哪一开始 我没有想访问吓死了 糟糕家里有谁来 他们在讲我的坏话 刚好我把摄影机打开的时候 对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后来现在他们把我说 我们家里的上帝来了 因为听到那个 你知道那个有种监视器一打开的时候 有那种监视器打开的声音 会有那种干扰的声音 他们正在很安静的看手机 或正很安静的在吃饭的时候 看到客厅那个机器打开的声音 他们就说 我们家里的上帝来了 开始在寻查 不过我觉得他们很谅解我 就是说我随时可以看到 家里他们睡觉了没有 怎么睡觉了 晚上拿一个灯没有关 我就会传讯息 老公你大门口今天灯没有关 明天气的那个电费很贵的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家人的互动方式 你说的不能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什么 对 我 看看 是 这 你们